画面上就是中正公园希望之秋未来盖好的3D图 可说是充满儿童欢笑声的快乐城堡 金融市长谢国良特别到现场了解工程进度 并且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检验量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导致我们非常多的邮局现在在做 所以已经施工完毕要开放的时候都要排队 CNS 对对都要排队 那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指标性的计划 甚至是全台湾现在来讲最重要的儿童游戏的场域 那我觉得应该是透过看能不能跟设计单位 或者是跟相关检验的厂商能够彼此是先来做一个沟通 要让这个儿童游戏场假设10月甚至完成的时候 能够完成尽快检验的这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可能盖了游戏场这么漂亮结果开放后要等一年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的不管是市民或是家长来讲 会感到比较大的一个失望 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完成好了 结果没想到我不能利用 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要加紧赶工之外 一定要严格验售 一定要让所有的游戏器具 一定要符合最新的安全法规 我们才能够来开放 我想建议市长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些像餐车 或者是自动贩卖机 或者是那个咖啡 咖啡吧 那种类似这一种的 也让我们这个运动之余也可以来补充水分 万一我们机动比较多雨的气候 我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遮蔽的一个亭子 能够让来休息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 万一遇到大太阳或是遇到下雨的时候 他们比较不容易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稍微躲雨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再做考量 那所以我们中正国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一块空地 那那一块的话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做一个 所谓大型游览车或者是停车的一个空间 让大家呢 未来的话除了那个幸乐的停车场以外 那从上下来玩的这个朋友呢 也可以有地方可以停车 议员们也特别提醒 这个游乐场盖好之后的停车问题 未来在大批游客到访的情况下 要尽量减少对当地停车空间的冲击 市长也指示交通处办理停车指引的规划 并且期盼推展亲子的餐饮 让游客在享受亲子同乐的时候 也能够促进地方消费 谢谢张浩瀚议员 何淑平议员 南明皇议员 韩世议员跟思伟政议员 共同来关心我们的 希望之秋亲子游戏设施再造计划 那这也是我们林佑昌林前市长当初争取 而且很积极在推动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听起议员对这方面的几个意见 首先我们希望尽快的完工 然后游距的认证 不要受到太多的拖延 但这方面因为工需真的落差过大 有机会我们也会请杜发处反映给营建署 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央源头再多增加一些量能 检查的量能 第二点就是停车 停车未来可能会有蛮多不同室内 以及外县市的朋友会过来 我们希望交通处可以做好停车的指引跟规划 第三我个人还是会 比较希望推动一些亲子的餐饮 包括冰淇淋等 但是要环保 不要创造太多垃圾为前提 来让孩子们玩得累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消费 那外县市的朋友来 也不能让他不花钱就离开 一定要花点钱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这几个重点 然后至于议员有提到雨泽的部分 我们将等第一阶段完工以后 看看哪些场所或哪些设施 可能比较需要或比较适合 是否需要搭雨泽 这部分我们会再来评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